好 哦好了 現在玩的是手遊復活血神RE INREVERS 然後是國際服的 來看一下公告 看這次又 與懸崖之戰 現在也沒什麼特殊 就一直打 呃 要 什麼 南國的樂園巨大拱門NOMO 通關後才會開啟 然後 有一些角色能力相增三倍啊 有機率掉落S 攻武器 聯誼之攻 然後越南的關卡 掉落機率越高 然後 好吧我是不覺得這個有差 但是他說 越南越高可能打後面的比較容易掉 然後 完成任務可以獲得什麼珠寶徽章 誒 有這東西嗎 誒 珠寶徽章 好 我沒有注意到 哦 珠寶徽章這東西 好啦 那是任務了 好 哦 反正這個大概就打弓箭嘛 S的武器弓箭其他就覺得 還好 任務的會上是這個啊 這個我是覺得不太有用 好 看那個東西可以到兌換所換東西啊 那這些我是覺得我用不到啊 用得到的可能還蠻有用的 哦 然後那個雨雪桶之戰吼 哦 完前面就卡住了 我讓他跳一下 哦 這個東西 第一次關打完就卡住了 然後他也會掉那個椰子什麼的 然後這個白金召喚券應該是另外多出來 這些東西可以換 我覺得打後面的關卡就 隨意吧 他前面 周回效率我覺得會比較好 哦 然後 然後會掉這個 圓衣之弓 應該有打一些起來啊 要有 特定角色他才會掉 沒有的話什麼都不會掉 他就在那邊刷很爽然後 什麼弓箭都沒有掉之類的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啊 我特定角色是放這一隻啊 他沒有的話就 什麼都不會掉 哦 呵呵 我應該有刷到一些弓 我沒看 所以說然後都不看這樣 裝備一朗 哎 獲得順序 2 plus 0 plus 弓箭是看什麼屬性啊 氣用嗎 哦 忘記了 這個可能要查一下資料 好像也 也是有掉一些 plus 所以有沒有後面的關卡其實 差別應該不太大 好 然後差不多這樣了 我應該沒東西可以召喚了吧 剛才有拿那個白金票券 應該也可以抽個一兩次 哦 可以抽三次 應該還是供服 我覺得有運氣在綠毛身上用光 哦 全部都在碎片哦 哦 新的嗎 哎 妹妹 哈哈 這我要說什麼才好 好 我抽到妹妹了 洛克布凱 哦耶 所以白金票券是抽得到的哦 雖然我在日暑應該也有抽到一次 一次以上 好吧 洛克布凱 俗稱的妹妹 生命之水 人量風暴大招 嗯 這字我有用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好用 你覺得還行這樣 可以補血啊 回復翼 我看會不會漏掉公告 他好像還有一個活動沒開了對不對 還是該開了都開了 群龍之戰 好像都開了哦 7號 群群素材2倍 魔物試煉動物2倍 然後接下來就要維修了嗎 哎 維修那個公告拿去 22號要維修 雖然我念一念應該也會忘記 等他要維修的時候 哎 維修了 好 那就這樣先收彩郎